放走啦 你是不是一直贪心 把钱给你朋友啦 喂 不要乱说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唯一不在 你就被人家打抢 我告诉全世界啊 我看都没有人相信你啊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会骗龙哥的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害演戏啦 快啦 把钱拿出来 不要害我啦 我真的没有拿 不如我们回去 跟龙哥说个清楚 不要啊 我跟你说不要啊 没钱啊 打死我都不会回去的 我不知道啊 以前就是有些兄弟 他骗龙多五千块啊 结果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现在躺在家里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啊 关我的事啊 你至少自己想办法 把钱找回来啊 走啦 喂 喂 记住啦 没钱千万不要跟我回去啊 五万块啊 龙哥不把你当时残废才快啊 喂 喂 喂 你在哪里啊 你的钱送到了没有 还没有 那你快点啊 老大已经打来追我啦 我 我 我被打抢了啊 什么 钱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刚才 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 把我打了一顿 然后 就把我的钱 抢走了 啊 其有私利 什么人竟敢动我阿龙的钱 我一定要打阿金光才 龙哥 对不起啊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个屁用 我告诉你 你马上给我回来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钱自然是别人偷的 那你就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 请他们原谅你喽 你不要太天真啊 你别以为他们是华盛顿的爸爸 认个错我就会原谅你啊 不然要怎么办 除非我有钱还他们 要不然 我会被打死的 我万块耶 你要去哪里找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看 你还是先回家去吧 不行 我不想见到我老爸 反正 他一知道我闯了后 我也一样会被他打死的 你如果不回家 那你要去哪里啊 不知道 我看我是死定了 不如这样吧 我们马上去报警 警察一定会保护你的 不行 龙哥曾经帮过我 我不能出卖他 你这样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到底要怎么办 不知道啦 反正先躲一躲 再看看有什么办法喽 开门 开门啊 开门啊 谁啊 什么事啊 快叫你儿子滚出来 我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如果你们敢乱来的话 我帮警抓到你们了 喂 你不要以为跟你儿子一起联手 就可以吞掉我的钱了 吞掉你们的钱 吞什么钱啊 哈 你儿子啊 吃了豹子蛋 吞我们龙哥五万块啊 五万块 你们开玩笑啊 喂 我的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 快叫你儿子滚出来 要不你就等着给他收拾 我和你们讲 你们不要乱来啊 我是阿B的爸 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如果你们敢动还个喊猫的话 我就跟你们没完没了的 我阿龙上门只是要钱 如果你儿子把钱还给我的话 我就放他用了 要不 你不要怪我不客气 走 好 没事吧 没事 不用了自己来就可以了 谢谢 你带这些东西去哪里啊 我 我是 我是带去老人院的 老师对不起 我赶时间 先走了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不是啊 喉咙有一点痛了 你 你生病了 来 先喝点水 幸好没发烧 你阿姨咧 什么阿姨 你现在无家可归 要是生病的话是很辛苦的 没事的啦 你又咳嗽又喉咙痛 我看你是生病了 你还是快走吧 我不想传染给你啊 会很辛苦的 你不用担心 我有爸妈照顾 我不会有事的 我看你是去看医生吧 是不是没钱看医生啊 我有 一点小病看什么医生啊 最多你下一次来 给我带一点感冒药好了 你这样行不行啊 行一定行 不 司徒碧啊 你不如回家去休息吧 我不要啊 你爸爸也很担心你 你还是回家休息好不好 你就回去嘛 如果真的不喜欢 那你再出来咯 这件法子真的是很便宜啊 如果你有心要买的话 赶快让我们知道 好 那我回去跟我太太谈一谈 如果她不反对 我会尽快回来交定金 如果你真的喜欢 决定要买的话 家庭可以商量的 谢谢 谢谢 等你的消息啊 司徒姐姐 其实你开的这个价钱 已经是很低了 我会尽快回来交定金 你真的愿意再减价吗 家人快点把这个房子卖掉 价钱少一点无所谓了